大家好 現在是8月21日的中午收市時間 恆生指數升了309點 去到25,100點 今天上午收市 成交有656億 不是很多 成交不是很大 證明好像之前幾天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大的成交 大家都觀望氣氛很厚 但是看回25,100點 今天又這樣升上來 似乎整個指數根本沒有什麼大的方向性 跌下去24,900點 可能受到技術因素 另一方面可能是 因為中美貿易那裡有機會又說 其實中美貿易談判這件事 特朗普就說他不跟中國談 但是我相信特朗普說的事情 可信度都不太大 為什麼呢 其實內地正在開北戴河會議 可能順應很多事情 就會推翻遲一點來進行 其實究竟是誰對誰錯呢 其實這些事情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因為一路來講 都是很多這樣的消息出來 特別是美國那邊 對市場會有影響 但是今天很明顯的上升來講 你看到整個變化 在指數那裡 今天一開始來講 都已經慢慢做上來的了 都是做得比較好些的 而又跟昨天的氣氛完全不同 但是特別要提一提的就是 其實我昨晚跟大家提過的 那四隻科技指數成分股的重磅股 都是比較好些的 結果今天來講都是升的 當然加碼國際也是升的 待會後一點時間再跟大家提起這件事 而今天來講 阿里巴巴就升了兩個二人錢 不到百分之一 曾經跌過去250元六毫 然後又上來的 其實在美國時段 雖然阿里巴巴的業績很好 但是都沉了沉下去 但是美股就抽一些上來 港股也是同樣形態 等一下跟大家講解釋一下 為什麼阿里巴巴呢 我都是會繼續看好 其實有很多原因在裡面 而另一隻 就是重磅股 就是騰訊 恆指成分的重磅股 它就升了百分之二點六的 升了十三元 去到五百二十一元 所以騰訊業績也是很好 不是差的 現在在這個階段來講 它都是繼續慢慢展轉 都是向上 移回一點點 都是不錯的股份 而另外呢 就是京東更加厲害 是四年升的 今天的成交量沒有之前那麼厲害 但是呢 它仍然是四年升上來的 你看回那個圖 京東呢 其實就是 連續幾天 成交量開始減低 但是呢 它仍然向上衝 京東因為它業績實在太好了 給大家一個驚喜 所以呢 大家繼續 所有的 投行 一些大型券商 都是給予一個評級 給予一個高一點的 這個呢 就是 相信它繼續會向上 而另外第四隻呢 就是講小米 小米呢 就是 過去那四天呢 它的成交都是以前平常的 交易的一倍 就連續四天升上去 終於今天就開始回跌了 我自己給它的 它的目標呢 就是十九元的 今天呢 就去過十八個奴儀 可能有些人呢 就提早呢 就先行獲利 因為始終呢 它由十七元 二毫三毫左右的位 一直飆上來 都升了百分之十以上 而它的水面價呢 當時招股是十七元的 那 沉過下去之後呢 現在慢慢回上來 那麼目標是十九元 所以 都是不錯的 而呢 這幾隻股票裡面呢 就還有 小米呢 和阿里巴巴呢 就會是加入去恆指成份股的 那大家不要忘記呢 如果看回恆生指數成份股的組合呢 裡面呢 其實呢 比重最大的股份呢 第一位呢 應該是騰訊的 騰訊呢 就佔了百分之十一點五的 恆生指數的比重呢 是百分之十一點五的 而它的市值呢 有接近五萬億的 那匯豐有多少呢 匯豐其實現在只剩七千億的市值而已 那它的成份股的比重呢 這個是八月中的 恆生指數 就是恆子服務公司的一個數據 來的 那當然現在距離還有少少 那些偏差大 但是不是很大 匯豐現在占比重 是百分之八的 恆生指數 那去到已經跌了下去 第三位 第二位是什麼呢 第二位是友邦 友邦呢 佔恆子成份股比重呢 是百分之十 它的市值呢 是去接近九千億 那已經高過匯豐的七千億 第四位呢 就是建行 建行也有一萬三千多億的市值 它大概是七點五個巴仙 七點五個巴仙的比重 那而第五位呢 就是平保 平保呢 就是這個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的比重 那有六千多億的市值 六千三百億的市值 港交所呢 就是排第六 第五就是平保 第六就是港交所 港交所呢 就是比重呢 是百分之五點四 那它呢 就大概是四千八百億的市值 而排第七呢 才去到中移動 中移動呢 是佔恆子比重呢 是百分之四 那它就是有一萬一千多億的市值 那你想一下呢 其實呢 騰訊呢 其實這個業績很好 那它早前呢 三百多元 路星升上來呢 升到現在是五百二十一元 那其實呢 市值相對來說 也是拉高了上來 那而第二位呢 有幫呢 其實就業績呢 就剛剛公佈的 不是那麼好 那但是呢 這個受疫情影響 因為有幫本身呢 就因為 那些關口不通 啊 啊 中港的關口不通 澳門也不通 所有的這些地方都不通關 那所以呢 就影響了它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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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正常的 那 很多的 都是因為 因為疫情的公司呢 就是 過去那個 第一 一季第二季 特別第二季的數字 是很不理想的 但是這些是 一個非常時期的情況來的 那 那 疫情呢 只有是 一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 一方面受控 另一方面就是 疫苗會出來 那這些呢 只有會更好的 那所以呢 我相信有幫這些是短期現象 那現在你看看圖呢 其實也是 中性偏好一點點的 那 那雖然有一些這樣的 那 那 那 但是其實大家 看股票呢 我一路都是重複跟大家說呢 股票不是反映現在的情況 是反映未來一年的它的價值 或者是兩年的價值 那 只有在極度恐慌的時間 那 那股票才反映現在 因為 太恐慌了 那全部東西都跌到很低 那 跌到很低呢 那 那反映到目前的恐慌情緒 或者是極度亢奮 大家都看到 如刺撈飯 那樣太好了 股票 一定是升的 找一隻飛錶 扔過去 隨便一隻都升的 那些是極度 大牛市的近頂的時間 大家都很瘋狂 那時候是反映當時 所以 變成那些股值 來說 股價 反映了都不是兩年的價值 簡直是三四年 五年後的價值 這些是過了火位的 那兩樣東西 只有是那些情形 才反映當時 其他情況 理論上 都應該是反映一年兩年後的價值 這是一個預期 不是估下估下估下 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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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新的上價 而友邦呢 亦都是最壞的時間過了 慢慢會繼續 會很快恢復上來 而第三 第四位 一隻就是匯豐 一隻就是建行 匯豐和建行 其實在現在這個水平 都是因為 大家擔心 因為那個疫情帶來的一些 個別企業的 呆壞象會出現 或者是 本身的業務 就受到疫情影響 放慢了 但是 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裏面 其實很多項目 是可以很靈活地 調候的 調候了之後 在業務的收入那裏 都會能夠穩得住 這個是疫情當然要慢慢解決 解決了之後 他們的增長會回來的 當然 我說的 建行是更加的 因為他們說的是 面對十幾億人口的一個業務 所以現在是屬於偏低的 現在沉了底之後偏低 後面它怎麼走呢 不能再下去了 我相信會慢慢做好些 所以作為一個 第四隻最大的成份股 也會對指數的影響 微微偏好些 而匯控 很差的時間已經見了 又不派息 後面會怎樣呢 我相信它也是朝著 全世界的疫情慢慢退却 對它的業務來說會有幫助 所以這方面來說 也不需要太擔心 都仍然不會對指數造成很負面的影響 第五隻是平保 平保固然好 你看到它的業績後面都會不錯 現在都是中性偏好些 都是屬於一個會向上的階段 港交所亦都急升過 因為中港兩地的互動 未來港交所在業務收入那邊 會有很多的發展空間 我完全不同意特朗普說 港交所就完結了 你信不信呢 你靠它一把口說一句 香港港交所完結了 沒有可能的 因為港交所的位置 已經在亞洲區是第一位了 加上中國股市來說 香港根本上 香港和內地股市兩個結合之後 其實跟美國股市絕對可以比美 不會說 港交所就完結完 絕對不是 反而還要是一個 所以在柱光看到 繼續向上做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未來港交所仍然會維持一個 較為強的狀態 它是排第六位 第七位就是中移動 中移動當然 都不是一個高增長股 只是一個平穩的股份 你看到最近 中移動都升過 主要是因為5G的帶動 5G帶動來指 又是更多的發展空間 中移動 是國內電訊客戶市場 最大的龍頭 當然你不可以期望 有很大的 很大的 上升的 空間在這裏 但是如果你看回 中移動 在這個位置會怎樣 我相信中性偏好些 因為有5G和其他配套的 業務的帶動 而這七隻股票 加起來 對恆生指數的比重 是超過50% 50%多 這七隻股票 就已經佔了50%多 在那四十多隻股票裏 佔了50%多 所以是比足輕重的 大家看看 剛才我講過這七隻股票 它的市值佔比 和它的業務情況 大家是否會定些 是否心會定些 我們先不要經常講 指數的 技術位 技術位 支持位 阻力位 很多的東西 升升跌跌的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 大家不要看得太短 因為看得太短的時候 心會很不定 就不知道究竟市會怎樣走 但如果將這七隻股票 佔了50%多 而這七隻股票裏面 絕大部份都是前景不錯的 那何來大跌市呢 我們不是猜的 我們是推斷 用很多東西分析出來 用這幾隻股票 看看之後 是否心定些 當然 中間日中有很多變動 因為 如果特朗普出來吹吹水 吹吹水 我們是一些很精明的投資者 還有很多外來的 其他人 有些可能 不是很清楚的 那些海外的 那些不是很清楚的 那怎麼看呢 這是不奇怪的 那你說 會不會扯到 所有東西 封閉了香港呢 香港始終 舉足輕重的 不是 我們 經常都向外圍美國拿利益 我們是一個非常文明發達的城市 在資訊 在科技 在人才 的配套下 也是一個根基很厚的一個城市 所以這些不會是因為這樣 而會被封閉了 沒有可能的 所以 大家看回這樣的時候 我相信 只有震盪 震盪之後 就是等疫情過 和疫苗出 疫情過疫苗出 疫苗不一定 就是可能 那些病毒又會再變 病毒變 就疫苗又變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向好的方向發展 我相信 在今年下半年 慢慢做得更好 還未說到阿里巴巴和小米 在9月7日會入成份股 阿里巴巴和小米 在9月7日入成份股 佔比重多少呢? 阿里巴巴是佔5% 恆指的比重 而小米佔恆指的比重 是2.6% 阿里巴巴的市值是5萬億 等同騰訊 都是5萬億 小米是4300多億 很大的 不少 所以加上這幾隻 這兩隻的話 我相信 整個恆指 受到這幾隻的影響 是最大的 亦都是支持著 恆指能夠 站得穩 而慢慢向上 而他入了這兩隻之後 其他的比重會點呢? 譬如有邦 就會由 原先的 11.5% 跌至10% 跌至9% 而騰訊 就會由原先的 11.5% 跌至10% 輕微下調 但入了這兩隻的話 這個比重會到60% 加上這兩隻 就去到60% 很厲害的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我相信 整個股市 侵入了一些 新的經濟板塊股份之後 會更加 能夠充分地反映到香港市場 整個股市 就不會一面倒地走到一邊 而另一件事 就是昨晚提過的 而 剛才說回 阿里巴巴又怎樣呢? 阿里巴巴我相信 現在這個水平 他業績是不錯的 真的做得很好 他電商的平台 加上他去到下線城市 就是說 其實中國有三十幾個省市 三千幾個原市 那些下級市 二級市、三級市、四級市 和下線城市 其實 給到他的 電商方面 帶來的收入 是很大的 增長得很厲害 那這些會不會 改變逆轉呢? 我不相信會改變的 只有是越來越大的 為什麼呢? 中國城市這麼多 而 它的下線城市 也有這麼多的 群眾 那些客戶群 所以帶來的商機很大 我相信阿里巴巴這個位置 集結完一輪之後 亦都有一些被動性的資金 因為它佔恒指比重 5% 會吸納 所以慢慢這個現象 會顯現出來的 而首先 先顯現出來的 就是小米 因為小米的市值 比較小 而有些被動性資金 先進去偷部買了些 令到小米已經急升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阿里巴巴不會太差 騰訊也不會是 你說騰訊很高 500多元 但是我們看過去的增長 那幾年都是有很大的增長 不是停下來的 這些才會令到它的股值上升 而現在的騰訊 因為業績好 其實它的股值 市盈率也不是很高 比對於在線服務 或個別的小股份 反而是比較穩實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繼續看好 京東也不再說了 京東的業績太令人有驚喜了 所以它的目標是去到320元才會停一停 騰訊來說 首先我相信下個位應該是580元左右 現在只有521元 而阿里巴巴來說 280元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而小米來說 到19元應該是一個位置 大家要留意著 而另外 嘉華國際昨天提及 其實它的業績非常好 而在內房股和本地房地產股裡面 我覺得它是一隻滄海為豬 大家都是遺忘了 為什麼呢 其實嘉華國際 有好一大部分是內地的房地產開發 這次的業績這麼好 其實就是 它的股值上 無論市盈率和股息率都非常吸引 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它剛剛昨天才動 昨天才動 昨天才動 今天就升少少 我相信現在這些水平 暫時來說都不會很貴 非常便宜 如果有資金的話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當然也是那句 因為現在市場有震盪 大家要量力而為 大家不可以 分身或借孖展去做股票買賣 因為現在始終短期的震盪 是很容易 如果你太多駐馬下去 你會受心理影響質素 會大些 反而這些時間 慢慢慢慢 稍稍稍稍稍稍稍去做投資 我相信下半年會有一個回報給大家 我新開這個頻道 最近都不停回答了很多 YouTube上面的大家的問題 如果大家 因為都需要大家支持 很希望大家介紹給大家的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圈 希望大家如果覺得有用 就訂閱 還有一個鐘鐘 點個鐘鐘之後 點全部 我有新的信息出 有時因為我開會忙 未必即時可以 希望在11點幾十二點的時間 發佈給大家 這樣會方便些 希望得到你們的支持 因為你們的支持很重要 令到YouTube新開的YouTube 能否成功 就靠大家了 大家記得點贊 分享 訂閱 我們就講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新的想法 新的看法 再跟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